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看 美国核潜艇康涅狄格号在南海发生潜航撞击事故 已经过去三周多 但是对发生撞击的地点以及究竟撞上了什么物体 美方至今悔没如深 现在人们只知道撞击发生的时间是10月2日 还知道美国拖了5天到10月7日 才对外发了在印太地区发生撞击的简短而模糊信息 此后美方通过消息人士证实了出事地点是南海 因为康涅狄格号后来浮上水面时 距中国西沙群岛只有约40海里 康涅狄格号是美国最先进的海狼级核潜艇 攻击能力和侦察能力都很强 它悄无声息的在南海潜航是要执行什么任务 它之前来过多少次了 这些疑问足以对地区局势造成深度搅动 另外中方曾在南海捞起过美军释放的潜航器 要知道南海离美国本土的距离超过13000公里 美国在南海周边设有多个军事基地 现在又暴露了疑似非常密集的潜航行动 他们究竟在这一地区干什么 康涅狄格号究竟撞上了什么 为什么会撞上 它是否产生了环境后果造成了隐患 这些都是整个地区高度关心的 老胡和环境时报强烈呼吁美方立即披露 这起事故的基本信息 它作为一个大国有这样做的责任和义务 康涅狄格号它不是民船 它是核装备 它在南海潜航并且发生相撞事故 显然已经不属于无害通过 它对地区局势造成了震动 也引发了各种不安 美国需要为平息这些不安做出努力 准确的装机地点和撞上什么物体 是美军必须公布的基本信息 如果美国连这些信息都不敢公布 那就是他们心里有鬼 表明他们在南海干了有违国际法 和严重损害他国的勾当 这一撞是否造成了核泄漏和环境破坏 直接关系整个地区利益 美方要给出一个可信的回答 而且需要区域内力量 根据美方的信息开展验证 目前国际社会对康涅狄格号撞上了什么 有各种猜测 包括他可能撞上了水下暗礁 海底汽船 美军自己释放的潜航器 或者水下声纳装置 人工养鱼设备等等 但人们真正等待的是美方的信息披露 南海的不是加勒比海 美军想来就来 搞出什么祸端 域内国家只需要承受后果 无需知道原因 天底下岂能容许这样的霸凌逻辑当道 令人遗憾的是 美国主流媒体这一次出奇的安静 容忍了美国军方拿一条小信息 糊弄国际社会 他们的追问能力 还有调查能力都跑哪里去了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 一道站出来 向美国要说法 他们一日不回答 国际社会的督促和要求 就一日不停止